国人对于画幅的认可度是真的非常的高 抵达一级压死人这句话在坊间真的流传了非常多年 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GTU的CMOS的时候 我真的是笑出了声 因为真的太小了 你们是不是看不到GTU啊 一键三连之后就可以看到了 然而在GTU出来的一年半内 除了索尼A7S2 M3还有A6X系列加入宽量度超级高 却非常容易断层的8比420S-Log之外 GTU和GTU S在视频性能上是无敌的存在 同一的小伙伴麻烦发个弹幕告诉我 4K最高可以拍摄4K400Mbps帧内编码10比特422 FHD60fps最高200Mbps帧间编码10比特422 和无材切的C4K4K60fps8比特420 GTU还可以拍摄6K30fps200Mbps10比特420 那它还拥有12档宽量度的HLG GTU S还有双原生S 这些视频参数哪怕在2022年来看也是很不错的 更别提18和19年了 即GTU和GTU S之后呢 松下转战全画幅 符合了市场的需求 松下S5也占据了全画幅视频机的半壁江山 GTU6就值得难产了 嘛 其实回顾一下GTU和GTU S的性能 我们还是能得出一点GTU6方向上的端倪 画质层面都支持高码率的真正变码之外 两者的FHD都是4K超彩量 画面比现在大多数全画幅消费机来得锐利 GTU的4K更是6K超彩量 GTU的升格呢是180fps 而GTU S是240fps 可惜的是画质并不好 而且是8比和420 那可是在18和19年啊 GTU6作为一台M43画幅的五反 我觉得它宿命就应该转向低像素超高内度规格的升格视频机 那这个 这个 等一下 这个 是今天的目录啊 如果你想了解GTU6的话 可以从现在开始听 当然如果你想特定了解某一个环节 比方说自动对焦 你可以自行跳转 其实我在20年的9月份就已经拿到了GTU6了 它的素材其实大家也见过 就是这个闺蜜短片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用GTU6拍的 这是我当时收到的时候用手机给自己翻拍的一个 还蛮激动的一个画面 因为当时GTU6作为一台能够内录ProRes的微单 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 是真的双手在颤抖 但是因为一些策略问题 所以把相机给召回了 也延迟了发布 那后面事情大家也知道了 尼康的Z9成为第一台能够内录ProRes的微单了 现在GTU6它只能屈屈第二台 绝对目前能够内录最高无产线的5.7K 30fpsProRes 422HQ 码率高达1.9GB per second 量化一下就是一张256G CFexpress Type-B的内存卡 能够录17分47秒 然后如果你是用5.7K拍的话 那么防抖可能会差一点点 因为可能它用到的CMOS的像素面积比较的大 但我个人感觉好像还行 会差一点点 相比4K的话 耐度ProRes只能用到卡槽1 还需要用到这个卡的参数 就是MOV封装的C4K 4K的60或48fps 10bit 422帧内编码 还有FullHD的240fps 10bit 422帧内编码 码率都是800MB per second 而MOV封装最高分辨率是5.7K 60fps 10bit 420 300MB per second 帧率和分辨率并存就是C4K和4K 120fps 10bit 420 300MB per second 这个码率其实不算高 用正常的V60的卡就可以录制了 如果是600MB per second的素材 就用到V90的卡就可以了 所有的录制规格没有裁切 码率我觉得还算挺舒服的 贯彻松下一直以来的实用性 我对M43画幅的期许 其实已经达成了两个 超高录制规格和升格拍摄 其他录制规格如下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接到松下小伙伴的密包 以后绝绝了我会升级这些东西 当中有一条我很在意 就是可以直接支持USB 直接写入SSD 要知道每一个摄像师手上都有一个三星的T5 这个真的超省钱 在相机厂家来说的话 这个升级真的非常良心了 这次GH6支持很强大的C4K 4K 120fps 画质呢我不多说 锐度很舒服 实比特420只要不做抠像呢 调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GGH6的C4K或4K 120fps大概有多强呢 我们来找一个量化单位 这个量化单位就是A7S3 那这是A7S3 4K 120帧的画质 这是GGH6 4K 120帧的画质 大概就是这么强 而升格最高可以达到 FHD 300fps 10bit 420帧间编码 需要机内解释 和240fps 10bit 422帧内编码的 800Mbps的素材 画质有点可惜 应该是跳材 240fps的画质 好像会比300fps好一点 直接的观感就这样子 白天光线充足 或者是打光环境下画质会好一些 晚上嘛看着还行 手机上看还可以 那如果240fps的画质接收不了 可以选择C4K或4K的120fps 或者FHD的120fps 哦对了 升格状态下呢 300fps只能手动 240fps只能单次对焦 120fps可以连续对焦 但无法激活人体识别和动物识别 那60fps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凡在摄像机专品有所建树的品牌 比方说 佳能 索尼和松下 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色彩科学体系 松下在全画幅时期 正式把Vicamount色彩空间和Vlog Gamma曲线 正式下放到民用级为单 像之前的Jetho 5和Jetho S 用的是Vlog的阉割版 Vlog Lite版 它会更多阉割了 37.5%的阴影和高光的信息 导致宽容度确实有所降低 这次Jetho 6带来了和全画幅一样的完整版Vlog 至于它的宽容度和色彩 你们可以在我往期的很多片子里面 找到你们想要的答案 Jetho 6的Vlog动态范围在12档架左右 开启动态范围增强之后会达到13档架 那这个功能在后面的ISO部分 会有比较详细的对比和讲解 外形上Jetho 6就是mini SEH 它们都有侧翻屏和上翻屏 团管散热排气孔 大部分按键位置都很接近 卡口旁边有一个录制键 唯一让我想吐槽的就是 Jetho 6的录制键的位置相比SEH来说 又小位置又不合理 放在这里无论大拇指还是食指按 都显得无比的别扭 如果说画质是猫啊 马率就是盒子 那么决定盒子大小的就是散热性能的上限 目前有主动散热系统的微单 除了SEH就是Jetho 6了 这边是进气口 另外一边是排气口 风扇的调度规则有四个 风扇的功率全开呢 是这个样子的 那五周防抖每一家都有 有7.5档的 有5.5档的 还有什么6.5档的 但是有和可用 真的是两个维度的东西 比方说像我用惯了松下 这么强的五周防抖之后 我再去用索尼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怀疑 我是不是不举了呀 缺绝六的机身 在M43里面算巨型来了 五周防抖的性能和机身大小 成正比和CMOS的大小 成反比 在机械位移空间那么大的 Jetho 6里面 它的防抖想要打掉索尼HS3 是轻松加愉快 我也会用Jetho 6来拍一个Vlog 像我这样边走边拍手持的话 稳不稳大家自己看吧 比如说像这样子 然后我再换到右手 我也尝试了用手持100-400 等效全画幅200-800的最长焦段来拍摄 竟然还能用 大家都知道 一台相机的高感性能 跟CMOS的大小成正比 和像素成反比 极端代表 这是佳能15年发布的 售价18万人民币的 ME20FSH 全画幅的CMOS大小 而像素只有226万 差不多是1080P 单个像素面积是19M ESO最高可以达到恐怖的400万 拿它是可以直接拍银河的 或者是拥有双原生ESO技术 比方说S5和SEH 原生640和4000 可以拥有相同的噪点水平 但是Jetho 6作为M43的微单 总像素是2610万 大画幅和低像素都不沾边 又没有双原生ESO技术的加持 那它在暗光环境下的HLG 12000把SO拍摄的 虽然不敢说特别干净 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 哪怕在C4K 120fps的夜景 弱光环境下 ESO开到4000来拍摄的素材 也是没有问题的 暗部都没有横纹 比较暗的地方会有些许的噪点 但这已经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那我也和S5做了横向的对比 HLG的情况下和S5差不多 而在Vlog情况下 Jetho 6和S5的640SO情况下 完全一致 4000SO造点水平稍稍有点逊色 这一次Jetho 6如此强大 得利于新一代的CMOS 提供了更多的视频规格 和更快的读取速度 比如说像内度ProRes和C4K 120fps 果冻效应其实也控制得非常出色 具体的果冻测试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而新一代维纳斯处理器中的 高级图像处理器 有对视频进行单独的3D降噪处理 和高精度双3D色彩控制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有在机内做合力舒服的降噪 Jetho 6有两个 所有松下相机都没有的小功能 第一个就是在前面高感测试部分 还可以打开高动态范围 这时候ASO会从2000起跳 动态范围也会从12档加增加到13档 显著的提高就是暗部会更加干净一些 对夜间的拍摄还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在白天明暗对比比较强的画面 也可以开启这个模式 可以得到更多暗部的信息 第二个功能就是大家千呼万唤的功能 录制时终于可以放大对焦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 选择把它设置成快捷键 而不是一定转动对焦环就触发 或许会比较好用一些 作为松下公认的唯一的遗憾 虽然我是没有这个感觉了 之前我也出过视频 教大家怎么合力的提高 作用对焦的可用性 那我本人也是从J5到SEH 再到后来的S5 都是使用自动对焦为主来进行拍摄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现在松下哪怕是DFD 配合上它生根多年的对焦识别系统 以及更快的读取速度 再不是体育宠物 而同飞机大炮火箭等抓拍类 特别强的拍摄当中 基本上都可以胜任 而且哪怕是自动对焦靠谱 也不能放任不管 人为的干预还是必须的 GH6全新升级了CMOS和维纳斯处理器 那么它的自动对焦系统 也因为读取速度的提升而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拿出索尼历代最保值的微单 A73来和它对比一下自动对焦性能 具体的来看看这个表现吧 可以看一下大家手速 能不能接到谁丢焦的那一瞬间呢 公正的说DFD因为合焦方式 需要通过前后对比的方式来实现 这也是DFD的技术特点 肯定是不如相位对焦 或者是混合对焦的 松下也在尽可能的优化 比方说CMOS的读取速度 和维纳斯系统的运算速度 提高镜头的刷新率 那还是那句话吧 也希望松下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把自动对焦升级一下 哪怕是混合对焦 我觉得也可以啊 大家也可以按照我对于绝取6的对焦设置 在提高AF速度的同时呢 不容易抽风 AF速度可以在1到3之间 那AF感光度呢 可以在2到3之间就会比较的快 如果说你是拍摄比较静态的物体 不希望它抽了太多的话 那么可以把AF的感光度调到-2到-1之间 绝取6真的是近几年最强的M43位单了 我觉得三年以内应该没有人能超越 那作为一个M43老用户吧 我其实非常的欣慰 说绝取6真的能够出来 确实等了蛮久的 为什么我对M43的感情这么深 因为在我开始用J2之后 我才真正开启了我对于色彩 对于宽容度比较清晰的认知 而且在使用J2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也多多少少磨练了 我对于拍摄技巧的一个全新的认知 因为画幅比较小 虚化比较弱 所以让我学会了找角度去拍摄 而不是只靠虚化 那包括这个视频能够看到这里的你们 其实也是M43的忠实用户 麻烦扣扣扣一告诉我 但是这里我还是要补一个但是 国内对于画幅这种硬指标的一个要求 真的是让M43的生存空间一步一步的被压缩 或许它会成为一个小众的产品 我觉得M43现在的处境就好像电影白鸟嘲讽的一个情况一样 制片人为了让他的院线排片量提升而下跪 因为他是为他200多个人的团队干了8个多月 却只有1%的排片量而名不平 也为他7天的票房只有364万而名不平 为传统的文化不被接受而名不平 松下就像是M43这条路上的雇佣者 传统手艺或许可以靠国家力量来保护 但是M43呢 松下怎么办 或者松下真的会屈服于市场而不得不放弃M43 我也感到理解也会感到惋惜 毕竟我对M43的感情还是蛮深刻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谁会买J6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交给市场吧 这就是今天节目呢 如果你觉得今天节目对你了解J6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投币收藏点赞一键三连 那我是张恒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